在防疫的期間 我們很頻繁地在擦拭酒精 有的旅客就輕輕地告訴我們說 辛苦了 一句很溫暖的話 讓我們很感動 肯定了我們自己 我們今天開始是511勞動節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高鐵自從4月份開始 我們全部車站都已經設有 醫療級紅外線感應量測儀 確保所有旅客的體溫不會超過37.5度 車站平常現在都是2小時清潔消毒一次 所以旅客所使用的這些設備 像比如說售票窗口櫃台 或者是自動售票機 那電扶梯的扶手 還有電梯的按鈕等等 我們都會在2小時用酒精擦拭一次 那所以一整天下來 大概車站會做8到9次消毒的一個作業 那在整個營業結束之後 夜間我們也會用濃度1000ppm的那個漂白水 做以上這些設備的一個再度的一個清潔 這樣子一天之後的消毒工作才算是完成 以今天目前這個時間點來講 南港站的話大概是5點多之後就會有客滿的班次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座位 那因為現在開始一直到5月3號都是全車對號座 那還是有很多座位可以使用 所以歡迎大家來搭乘